我最后问你一次 我今天身体略有不适 我能不能 不喝酒了 这是我特意从玄虎城带来的家娘 堪比穷江寓业 三公主尝尝 喝一杯不碍事 好 既然如此 你也知道我喝了酒是什么个德行 那我得把话说在喝酒之前 我自知愚笨 什么都做不好 读书也读不好 还喜欢去教坊寺 这个母亲总是骂我 说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说我烂泥扶不上墙 就像罐废体 我看你做得挺好的 尤其是伴珠吃虎这一招 厉害得很 残量 彼此彼此 喝酒三杯为敬 韩某先敬三杯 少君自从入府以来着实辛苦 其实自从我当日做马抢亲 与少君初次见面 关少君面相 我就发现你身体不太好 又经过多日的相处 发觉少君是因为心急所困 这让我非常揪心啊 别别话还没说完 少君 我知道我做了很多错事 但我真的是逼不得已的 少君宽宏大量 大人不计小人过 但是我的内心已经愧疚不已了 俗话说得好 一日夫妻百日人 咱俩夫妻一体 所有事情 我自当是为少君考虑的 所以今日 我特地为少君求得一位要义 想要少君长命百岁 和我白头偕老 想要治愈我的病 只有一位要 你可知道 龙骨 我都给你拿来了 三公主说笑了 龙骨是何等秘宝 咱会说拿就拿 你不信 你要是不信 你去小月的后处看看 我都顿上了 算算时间的话 也差不多要顿好了 你要是有兴趣的话 你还可以 闻一闻 少君 一锅水熬成一碗坊 浓缩的千典几个花呀 ир葳 你说这龙骨乃花园城的镇城之道 三公主当真为我们少君求得龙骨 当然了 这龙骨还能有假呀 传说 花园城第一日城主 是偶然之间发现了这位药台 可解百毒 可治百病 视为祥润 取名龙骨 开城城主是先得龙骨 后得乌石矿 然后立场 历代花园城的城主都坚信着 龙骨保佑了花园城 乌石矿养活了花园城 矿可以不断改善 这龙骨只有一块呀 你说真贵不真贵 你俩能不能吹你 这是可惜了啊 我们三公主动了龙骨 你们家的少君的心情是治好了 这城主怪得下来 这我们三公主 这个 这罪过怎么办呀 这味道不会是千年秘宝啊 三公主真会这么好心 硬 少君 小花园 糟了 前方提示